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 人生从此不一样 我是赵新萍 今天我看到我的来宾 第一眼我就觉得压力好大 他怎么那么年轻啊 希望在镜头前面的呈现 我们俩的年龄看起来不会差距太大 他是谁呢 他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年轻人 物以类聚视觉整合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创意总监王子豪 不过大家好像都不叫他子豪 都叫他子面对不对 子面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子面 如果你在IG搜寻他的话 这个Noodle Maker 好像也是很多人会叫你的一个名字 那今天为什么请他来 我们的节目名称是 人生从此不一样 自从我知道他现在是从事这个设计工作 但是他过去他是一位职业舞者 跳街舞的 而且他告诉我他有21年的街舞经验 我太惊讶 你是从小学就开始跳街舞吗 怎么有21年这么资深的街舞舞者啊 国中二年级开始 本来是跳那个Michael Jackson 就被Michael Jackson影响很深 然后就是在司令台上面练一些月球漫步 看到就是学长在另外一个穿躺在做一些旋转的动作 然后我就傻眼说这是什么东西太帅了 然后就跑过去很厚臉皮说我可以学吗 这是什么 他说这是街舞 然后他从那一天开始就加入了这个b-boy的生涯 这样子 哦从那一天开始 应该是国中一年级还是国二的某个暑假 我记得 那显然你非常非常的热爱街舞 你也非常厉害 你才会成为职业舞者嘛对不对 有运气啦 运气 那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职业舞者 就是学校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吗 我蛮早的 我在高二就在教课了 就我的舞蹈的那个经历其实还蛮跟一般跳舞的选手 比较不太一样的是 因为我很小就开始跳舞 可是其实一般选手或是在职的老师 他们确实都是出了社会之后 可是我很年轻的时候有跟一群大哥哥一起学 然后跳很久都没有长进 但是那时候我们我发现就是跟着前辈学 我好像练不太起来 因为我压力很大 反而是我自己带 我已经年纪很小那时候年纪很小 再带一些年纪更小的 然后我们就四处从 我是台中清水人 然后我们就是那个B-boy就是街舞 就是在地上滚的这种舞蹈啊 有个文化就是battle 我就带着清水的弟弟们 然后去大甲尬舞 然后跟大甲认识之后 又感情很好 然后跟大甲的人再去可能通宵 或是院里或是那个陆港台中尬舞 然后尬一尬整个海线就变成一个crew这样 然后我在里面算是比较资深的 反而比较资深 然后我就那时候才突然变强这样子 然后嘎嘎嘎到我那时候高中二年级 就是有去 就是有一些成绩 然后被一些前辈的职团看到 然后他们有办征选我们有去比 然后就有不错的名词这样 后来就被邀请进 我们前一个舞团叫做黑角 就是之前那个宗室有一个武林大道的冠军的团体 哦就是黑角 对所以其实我们团那时候还蛮知名的 然后我们团里面有三位 敖犬阿伟跟小杰是棒棒堂那时候很红的艺人 哦听过听过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团还蛮有光环 然后我是算二代 第二倍的辈分 所以很早就开始教课 我记得那时候还蛮骄傲 就是我在高中成立街舞社 可是那个社团时间我是去教台中一宗 然后学校里面的街舞社是学弟在带的 就还蛮有趣 所以很早就在当老师了 所以职业舞者的意思是 其实你靠着跳街舞你是会有收入的 而且因为那是从你刚刚讲的眉飞色舞 可以感觉到你对于街舞是多么的感兴趣 哇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那为什么没有一直做街舞舞者下去 现在成为了设计师 而且不只是设计师 你根本就开始创业有自己的设计公司呢 其实我也很想 那时候我一直跳舞跳到大学 然后算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候是 大学那时候比赛很多名次 然后我们也有出国表演 然后也有上节目也有拍MV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有一点点觉得 哇跳舞这件事情的 几乎每一个我想要办到的成就都拿到了 然后也很开心啊 然后想说那我退伍之后 一定可以更好更厉害这样 可是在当兵之前就大学快毕业的那段时间 我腰受伤 然后也让我去思考说那我现在练舞是为了什么 因为坦白说我们B-boy的生涯本来就比较短 因为我们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需要继续有肌肉啊 去保持啊 保养等等的 可是我以前的习惯就很不好 因为我们的 我们不是从教室属生 我们是从那种外面的公园啊 或是学校的地板操场这样 属生 所以身上都是伤 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就会给他们正确观念说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我们就是过来人 结果这个过来人一语成 真的后来受伤 到后来对 然后舞者的腰力很重要 哇那时候我记得肩膀脖子就是身上属伤 哇真的是太多太多伤了 然后就觉得有点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继续表演啊 坦白说那因为我在职团里面 那我的身份就是产品 我就是要帮团体赚钱 可是我有几招很适合在表演 商演上面去表演的招式 可是因为我受伤之后那几招就不能用 那对我来说或是对团来说 其实我就是一个坏掉的产品 哇打击好大 对啊然后我即便不做那个招 我还是可以有很多动作 或我还是可以很开心跳 没错 然后我跟我的不是职团的其他伙伴 其他团员就也是有继续表演继续比赛 可是我想那我未来是可以用这个工作 用这个生活嘛 所以我大学要毕业之前 其实还蛮认真在本科系学习上面这样子 你的本科系是 我本科是商科 学商业学会计啊然后管理等等的 可是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有摸那个城市设计 然后大学有一个科系 科系里面刚好有一堂课是城市设计我就很乐中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写的那个专题其实是比较理工科的专题 所以有点跨科系去提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毕业还成绩还不错 就是硬要说的话我应该是中区第二名 然后我们系上的第一名 因为我的那个跨系的那个专题 我写了一个效务行政系统 就是写程式然后自己写一个就是还可以出缺情啊 然后像图书馆借阅系统这样子的一个伺服器 我自己写 然后写完之后那时候比赛名次不错 然后很多厂商来跟我 就是梓豪你以后毕业啊退伍 你可以打这支电话给我名片 我想说哇我的人生找到下一个出发点了 你可以当程式设计师 我还蛮开心 然后我还想说程式设计好像是不是蛮好赚的 感觉蛮有前途 对结果殊不知我整个人生在我退伍那一年 遇到了另外一个大转折 就是我本来很认真在读书 然后很认真在这个程式设计 然后这当兵那一年出来 想说就去打电话 然后看找这些程式设计的工作 结果那时候给我名片的那些厂商 他们确实还记得梓豪这个人 然后说那你会写什么app 我说什么app 他说对什么app 我问什么app 我不知道什么app 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 application 但他们的意思是手机的那个软件 哇我才发现我完蛋了 因为我那一年刚好是那个iPhone的奇异点 我那时候还在拿那个亚太的0982吃到饱的智障型手机 我根本没有智慧型手机 更别说我要写app 所以我整个大学很努力学的这个程式就被社会给淘汰掉了 然后我也很惊讶说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就是啊所以我现在这个东西 我们不需要这个我需要写app的人 然后我退伍就完全失去方向 然后就继续我还是有一些学生嘛 还是继续教课然后继续表演 可是那个收入跟我在当兵前是一样的啊 甚至更低 虽然说我就这样每天每天有一餐每一餐然后省钱这样子 可是就发现我也饿不死 就我是靠什么东西赚钱 就我发现说原来我当兵的时候是美工兵 然后我从整个科系也好我国效什么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设计 从来没有想过设计是我的人生的其中一个单字 可是因为当兵是美工兵的关系 我退伍之后会一点点那种美工的软体 我甚至不敢说那是设计就是美工啊 那帮学生教课然后他们需要出社服 然后帮他们出一些几个涂鸦制的衣服 然后卖他们可能四千块三千块这样 我每个月还有两万的收入 就好像活下来就没事 其实你已经在做设计了 只是你不知道那个是设计 对然后才想到以前很多在当兵的时候学的技能 跟长官对我说的话 我才慢慢去感受到说好像是设计在选择我 好像不是我自己想要做设计或是什么 是发现说我走投无路了 可是世界上好像有个声音跟我说 其实你现在讲的有点感慨 就是我那时候不能跳舞 或是说我想要去做程式设计 或是我要找工作这件事情 对我那时候的团员来说影响很大 他觉得我是一个叛徒 他们会觉得说不是说好要一起比赛 为什么你跑去做设计了 你离开他们了 对可是他们会说纸面没有跳舞很可惜 可是就这句话我会有点生气会觉得说 但我现在不管是程式设计我有那个热情我也觉得我学的很好 那我那时候做设计也算是土飞猛进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会不会我继续跳舞才是可惜 就我的人生不应该被你们去定义说你不跳舞好可惜 我有点生气 然后我就去研究说好那做设计应该会成为怎么样子的一个剧本 就是我很喜欢看伟人传 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如果纸面哪一天进棺材的时候是有一本传记的 那个传记是多厚 然后那个传记是第一章跟第二章有多大的剧本的差异 我很不希望我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在网路游戏或是一般的生活这样 所以那一年我就还蛮痛定思痛 想说好那认真做设计可能会变成这样 我就研究说自学设计啊 然后Google YouTube就看一些那种美工的技巧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没安全感 因为我以前写程式嘛 所以其实我学习软体的能力很快 然后我在当兵的时候是美工兵的关系 所以我在跟长官的沟通等等的 学到非常非常多讲话的技巧 加上我原本就是舞蹈老师 我本来就不怕跟人家沟通 所以我跟长官也好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是海巡的 然后我们那个中队啊 有20个兵有150个官 所以我要服务很多很多长官 然后那些长官的任何美工需求都找我 然后我之后是休退的 就是那种荣誉价太多然后放不完 这样子啊 所以我想我当兵的这段时间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 然后才发现 我有那个设计的沟通能力 我听得懂长官的白话文 然后我可以把这白话文转译成 给学长听的那种设计语言 说长官那个要几层几啊 要什么尺寸要有什么需求 可是长官那边我就会 啊长官那个太大了啦很臭捏 就是会用这种转译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 那到退伍之后的那些做设计啊 我就开始去跟一些长辈啊 然后也是有些合作关系等等的 才发现原来这就是设计 然后我好像在设计上面有一些自己的know how 举例我以前跳舞的那段时间 所累积起来的这种文化或是风格 好像让我的作品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比较不是本科系那种就是比较咬文厥字古典啊 还是很多设计概念 换句话说我都不会啦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讲那些东西 可是我的作品就在那段时间还蛮有一些知名度的 因为像台湾那时候的表演艺术或是街舞 那时候都没有现在蓬勃发展 所以那时候做设计的人也没那么多 就是做嘻哈类的设计也没那么多 所以我作品很快就被看到 换句话说你的作品是带有街舞风格嘻哈风格的 对因为我也只会这个那时候 我也只会那个 可是我就发现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打入商业 因为太艺术了 然后我就去跟一些前辈聊商业的东西之后 我发现他们要的不是这个好 我就去揣摩那些市场 就发现我好像看得懂 因为我以前本科其实是商业 所以跟他们聊我觉得哇更好玩 好像比我跳舞的时候或是在学校的时候 得到的知识更不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跟普罗大众更近 比较不会是我在讲表演的东西 然后大家好像用一种崇拜的眼光在看 反而是我在讲商业 他们也在讲商业 在讲市场 在讲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需要什么 哪边可以赚钱 哇我就好有兴趣 结果把这些全部都兜在一起之后 我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我那时候在台中跳舞嘛 我得到的结论是我要到台北来做设计 因为我想要做的案子和我的风格 演艺圈或是表演艺术等等的 那时候2013年的时候重镇就在台北 台湾那时候的电视台啊 演艺圈啊唱片公司都在台北 即便我不想承认 但是我很清楚我继续在台中 可能没有办法再让自己成长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所有的团员 我的家人 因为我人缘很好 所以要放掉这些东西真的很难 我就觉得说 就是我在曾经在一个《伟人传记》里面看到一个论述 叫交换论 就是他的质量守恒定律 不是啦 就是他说你现在手上拿的东西越多 你就越没办法再拿新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得掉 你就可以有更多空间去学习去洗手 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痛定是痛 跟我的团员们说 我可能要离开台中了 我要去台北发展 他们当然也是支持啦 但是我从他们表情上面都看得到叛徒 就看得出来他们都觉得 你是不是丢下我们这样子 我很难过但这就是决定 可是到现在我来台北11年呢 我觉得那个是我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我觉得这段过程听起来非常有趣的是 在这个中间你不断的在碰撞 你不断的在摸索 那你也从中发现了一些 你以前学习你所熟悉的事情 其实跟你后来的发现是有连结的 对 很意外 你慢慢走出自己的路 那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也是运气运气 因为其实那时候真的很人生黑暗 我真是再来台北之前 我还当过保险业务员两三个礼拜 然后也没赚到钱 因为我发现我不喜欢 就我不会推销 我不会去推销一些我自己不是很了解的东西 可是来到台北之后 我反而很有压力 因为我发现我认识 在台北认识的有才华的人 也有很多人不是台北人 就是那你怎么会来台北 他们都是一样的答案就是 台北资源比较多竞争比较强 然后他们来台北就是每天都很努力 很努力在生活 就发现原来我不孤单 就是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是只有一两个 然后那我肯定不是荒谬的决定 而且我觉得我最大的压力是因为 我在台中就我家里是两个姐姐 然后我爸爸很早就离开了 所以我等于是我跟我妈在清水 我的老家是相依为命 结果我还来台北 那我妈怎么办 那时候很感动的一句话是我妈就跟我说 就是你趁妈妈现在还年轻 你要去要赶快 我心里就觉得天啊 就是连家里的人都这么说了 那我因为做了这个决定 那我就不能辜负我或我妈或任何支持我这个决定的人 所以我来台北的时候其实每天每天 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我愧对的起自己 跟那时候鼓励我来台北的那些人 就是我很努力在生活 所以当初来台北 我记得才来半年吧 我就被我很憧憬的一间公司看到 然后他们就找我去 那是广告公司还是设计公司 算是设计公司 可是其实那间公司比较算是艺术家的一个团队 就是我的舞蹈前辈 台北其实也有很多跳舞的前辈 可是里面也有很多出类拔萃的鬼才 然后他们也组成一个公司 所以他们知道有一个跳舞的人 然后也是做设计 然后从台中来台北 所以其中一个前辈就来私讯我 说你要不要来我公司 然后他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个私讯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惊讶 他想说天哪我的机会来了 然后我就真的就是脖子硬硬的去那边 跟他们聊了一下 结果才发现我第一天去才发现就是 他是要找我加入他们公司 就一般人都会先认识啊 聊天hand out 先试用啊等等 对对对 结果他们我第一天去他就在问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然后你想要做的事情什么 聊了很久很久 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 但是我告诉其实机会来了 所以我要好好去把握 然后我在那间公司就待了三年 所以到现在我还是 那间公司叫三菱京有限公司 到现在都还在各大表演艺术圈 有很多很棒的成绩 他们算是整合行销活动视觉摄影 全部都做的一间整合公司 那我在里面是担任设计嘛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那三年 那间公司学到非常多 原来设计不能解决全部的事 需要跟行销 需要跟摄影 需要跟企划策略等等 还有一些像政府的资源 或是跟线下活动的一些体验等等 哇原来设计还有这么多可以学 我就在里面学很多 所以当我自己出来接案 用NunoMaker这个名字接案之后 我发现我虽然不是本科系 一直以来我都 因为不是本科系这件事情很自卑 可是我好像也因为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天花板在哪里 我不是本科系嘛 没有老师没有同学可以比较 所以我学习的速度跟眼界好像 这样讲有点臭屁 但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得到的东西更实用 不是为了证照或是竞赛嘛 我是直接为了商业或是客户 所以我在三年进的第三年 我就跟团队说 我觉得我们公司有一个规模了 那我想要再做更大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可能要从管理开始 因为我们公司 刚刚说比较像是艺术家经纪 公司就五个人小小的 可是我们做过4000人的 整个把那个新庄体育馆包起来的一个活动 也做过4万人把两庭院塞满的活动 只有五个人的团队 我觉得非常离谱 然后那时候公司成绩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跟公司说 我想要扩编 我觉得公司应该要在更大的规模 去做更大的事情 然后公司也同意 可是公司讨论下来就觉得说 那间公司毕竟都艺术家艺术家 可能还是比较不适合 也没有很想要往组织化发展 但我自己很想 因为我以前上科嘛 我就一直有一个憧憬 学过什么企业管理 学过CRM 我很想要把这些重要名词 导到我们的职业里面 然后我就跟公司讨论说 那还是我去开公司 这个也是我人生第二个 我到现在觉得很痛 但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因为 也很大胆 我哭得要命 我好喜欢那些人 我跟那些伙伴 然后前老板都是像家人 我到现在还是感情很好 可是当下要做这个决定 真的好难喔 真的真的好难喔 然后很多人是被fire 还是感情不好 没有我们感情太好了 可是就是因为太好了 他们也知道说 我老板那时候讲一句话 他说 以老板立场 当然不希望你走 以伙伴或家人立场 我怎样都希望你走 你就去看看这个世界 我们会无条件的帮你 真的是好朋友 我真的很感动 我自己出来做事 结果我的办公桌 那边椅子都害他送的 对啊 就觉得又是一些 我要很感谢很感谢的人 所以我又带着他们的祝福 跟我那些台中人的期待 又再踏上一个另外的旅途 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 对 结果那时候我2017年 我就回来就变成 我说我要创业嘛 但是谁知道怎么创业 结果对啊 没有人是创业系的 所以 那时候你还不到30岁 2017年 对还不到30 28还29吧 然后我想说 那我自己先当 Fearance的接案看看 我就用以前公司的那一套 然后公司的行情去谈案子 我发现我价格不降反征 原本在团队里面的价格是公司 B2B 可能会比较贵一点 可是因为以前我在公司的那些设计 基本上我也是一手包办 然后我也会谈 我也会PM 我们叫专案管理 就是我会知道那些流程 我也知道这些该有的手续 不是只有设计 然后包含一些行销 或是跟摄影团队的整合的能力 我也有这些能力 哇我的案子越做越大 越来越完整 然后也蛮多公司会想要挖角 我就觉得自己一定有什么能力 是市场需要的 那时候你还是单兵作业 对 那有单兵作业 所以我就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那我需要团队 因为一个人 再怎么抢都只有24小时 还是得吃饭睡觉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应该要去想办法增加我的伙伴 然后我就在2018年成立物以类聚 然后开始找实习生 没有钱嘛 一定从实习生开始 结果我就找到了 我真的是太感谢宇宙了 我运气真的太好 我2018年找到的那位实习生 现在是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 她从实习生 很小22岁的一个妹妹 21岁 然后从实习生 然后毕业之后 刘爱森变变设计师 就领正值薪水 然后做了两三年 因为公司也没有比她更老 所以她就叫做资深设计师 然后人越来越多之后 她又变成设计总监 然后在去年 前年底 Q4的时候 我们几个伙伴 就包含我跟我太太还有Sarah 就我们几个股东 觉得她真的太棒了 我们想要她一起来经营这间公司 所以就邀请她入股 所以她就变成我们 合伙人 对最年轻的合伙人 所以物以类聚从2018年开始 然后就三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 六个人 七个人 八个人 九个人 到去年最多 我记得好像是11个人 然后这是正值薪水 就是还要再加上 Part time 或是我们外发的就是 可能会有到十三十四个人的团队 然后那时候是人最多的时候 就会让我觉得 哇原来 这整个故事 从不管是跳舞的团队也好 我很需要伙伴 然后把这些伙伴全部给放在旁边 然后来台北又继续努力 又加入一间公司 然后又出来 然后再自己找伙伴 然后成立公司 就这一切的旅程 这些选项 如果我没有跳舞 如果我没有学过商业 如果我没有学过程式 都不会有今天 一切都是累积来的 全部都灌在一起 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现在的养分 其实 现在想一想 过程中一定也迷惘啊 就觉得那我以前学那么多 这个是为了什么 或是长辈啊 家人的一些 他也不知道你做设计是在做什么东西 前辈很多 尤其是中南部的亲戚 他们都觉得你好像去台北 我之前有留一头长发艺术嘛 然后我想说我头发越长案子弹得越顺利 因为比较像艺术家这样 然后我脸又有点阴纳屁 人家以为我刚退伍 是蛮开心的啦 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像大学生 讲话就好像没有那个威严那样以前 留很长的头发 那长辈都会觉得你好像去玩 还是去教一些奇怪的朋友 我说不是不是我们的文化跟我要传递的这些 就不管是把文化变成商业 或把商业变成艺术 我都需要跟各种人去沟通 那我也觉得我身上的基因 我不管是商科毕业还是B-boy的身份 我都有艺术家和商人的身份在身上 所以我不希望把自己定义为设计师 或是老板 坦白说我比较希望自己就是纸面 就不要只是老板 或是乃建工的负责人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对就像刚刚跟姐聊天 我也发现说 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过程 我不管是从哪一个过程认识你的 但是真的要聊起来的那个谈资 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故事 跟很棒的东西可以学习 可是如果说我们就被一个艺术家 或是平面设计师去定义身份的话 那好像我认识你的那个 那个极限就是在这一块 我只能跟你聊这个 其实你也不想跟我聊起来 我觉得哇好可惜 对啊 所以我现在反而很努力 这两年啊 很努力在公司里面学习当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紫面 紫面 就是做自己的意思吗 对 可是这个做自己呢 它有更多使命 举例来说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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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我成立公司啊 然后现在人比较多等等的 都是每一个身份不同 举例我刚有实习生的时候 我可能是老师前辈 所以我要带他 可是有了更多组织之后 我叫做主管 然后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 股东 老板 对 那这过程中 我也有去尝试跟其他伙伴 经营另外一个品牌 然后或是当客户的顾问 然后我也成立了另外一个 那个饮料店 然后我也变成另外一个餐饮业的股东 太多的身份在转变 然后让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分心 可是 就是现在的时代 这不管是自媒体还是社群流量等等 让我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你只要IP起来了 就你的人被认识了 做什么事情都快 所以我就回来想想 哇我现在35岁36岁 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家记得 可是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说 我本来就很多人认识了 很多从跳舞的时候认识直面的人 未来想要做设计的时候 他们会来请教我 很多我在设计圈教的学生 他们因为你是非本科系这件事情 让他们觉得 哇有一个新的老师可以学习 然后很多我在客户的 我们在合作品牌的案子中 认识的对方老板 他们也觉得说 我也认识一个设计公司老板 所以其实我有很多身份 本来就在我的社群上面经营了 那为什么我不把这件事情 看成是我的工作呢 也就是说其实紫面 他不但是你自己 他也是一个品牌 对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方式在测试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变成什么 可是在前年2022年的时候 我们确实就有一个机会来了 就是那个线上课程的平台 找我做一个平面合成 影像合成的课程 然后本来只是我很喜欢教课 因为我以前 这个也是跟跳舞很有关系 就是我跳舞很早就在教学了嘛 然后我就是学了很多破解法 就把一些很难的动作啊 拆检成女生也学了起来的招式 然后我那时候教女生班还教的不错 就发现我很会破解 就逻辑可能跟承证设计有关 我就在用这个方式破解我的影像合成 或是设计的东西 然后有被看到 学生也都买单 然后我们就跟那线上课程谈一个合作 好那我们就推 结果现上课程卖的 我自己觉得没有很便宜 3000块 现在卖了破千个学生了 就是以一个非本科系的老师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成就 毕竟我也不是什么KOL或是名人 更何况还是一个非本科系 所以我会满开心说 紫面这个IP被大家 可是事实上 在商业或是策略上来讲 这件事情应该是成功的 我正在往这条路执行 可是我个人 有一点点 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来调整 因为我没有试过在短时间内看到自己的脸 自己的头像广告嘛 那时候要下广告 然后被那个平台下广告 你会不习惯喔 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脸在各种 而且我很讨厌那种广告 自己就把他按XX 结果我按XX都按自己的 我按XX他还会说 为什么你想要遮蔽这个广告 他会问你 我说出现频率太高 我还自己按掉 我那一下按下之后 我就人格分裂 我想说我不是在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要把自己品牌化吗 那为什么我会排斥这个行为 然后我就跟公司的人开了一些会议 就是我太太也是我公司的伙伴之一 他就发现我不太对劲 坦白说那时候我应该生病了 就是我的那个精神上面有一些些 我不确定 如果那时候我去看医生的话 会不会被定什么不喜欢的单子 我不确定 但是那时候我很确定一件事情是 我在讨厌自己 我正在排斥自己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开始不太能够接受 你的头像一直出现在各个媒体各个网页上 应该是不习惯吧 应该是 可是我觉得 还是这一切其实来的太快 可能说快吗 可是说实在现在就像创业也是 就是什么是太快 其实当下可能会觉得 但是事过境迁之后 就是自己不够厉害啊 没有把他扛下而已 所以当初的我只是觉得 我好像以老板的身份认为这件事对 要去做 可是我忘记听了自己的声音 忘记听紙面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这个 然后才发现 哇那个真正的紙面啊 他是很需要被照顾 他很喜欢表演 他太喜欢表演了 就是因为他太喜欢表演 所以他很需要很多观众 可是他想要表演的身份是紙面 不是因为线上课程 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技术想要学 然后来跟我学 所以我用一个老师在位置上面 然后跟你一般一样的讲这些东西 这不是紙面表演的style 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公司就开始去做一些 像那时候拍那个雷剧TV 我们有一个YouTube Channel 然后也试过Podcast 也拍短影音等等的 然后前面几个企划都讲得很学术 都在跟学生聊设计 聊未来什么的 我是可以去扮演那样的角色 我有上升 但讲那些东西的我 我也讲得出东西 可是结束之后我会觉得下班了 可是开始拍一些奇奇怪怪的企划 有趣的事情也就介绍我的生活小物啊 然后聊一些公司的伙伴 我这个装潢花了多少钱 聊一些很生活的东西 哇太开心了 然后我慢慢把这个东西 倒回去我的课纲里面 变成我一样在教设计 可是我用生活在教 我用我的生活 我用我的伙伴 我用所有我骄傲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很喜欢自己的那个状态 像现在我有这个机会 被邀请来这边 然后用这个麦克风 然后有一个镜头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自在 而且我会觉得 就是这样子看自己这一路走过来 虽然还没有什么大成就啦 但是至少我再选择自己喜欢的 不要讲工作事业 然后我的伙伴也是自己选择来的 我上班的时间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我自己选择来的 虽然很累很辛苦 但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我想想看如果重新投胎一次两次 我也不觉得可能有可以得到这样的运气 所以我很感谢自己的过程 每一次的选择 跟很感谢这些伙伴 愿意留在自己身边 那我如果把自己经营的好好的 健健康康的 大家也会跟着好 物理类具这个名字也会更容易被知道的话 那我好喜欢我的工作 我觉得我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很可贵的过程 就是当我们历经你的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工作 大部分是在为工作打拼啦 那经常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忘记自己 有时候那个目标太强大 因为你要追逐那个目标 或者是我有一个老板 有一个团队在push我做些什么 KPI 对我会忘记了我自己 那其实最终都导向一个结果 就是不快乐 但我觉得你很幸运的是 你在中间你就很快的发现了 而且可能因为你的个性 你非常的重视你这个自己的存在 因为你自己必须要快乐 要自在要舒适 你才能做好所有的事情 才能对外表现 你才能带着你的团队 跟你的公司成长 我猜是这样 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很宝贵 简单讲就是说 你觉悟的蛮早的 因为很多人是打拼了很久之后 到了他都已经过了中壮年 他才回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这辈子好像没有什么 他发现他除了工作之外 没有什么 但那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 但你可能是抓住了一些 你及早的抓住了一些 你生命里面重要的东西 真的都要感谢伙伴 就是太需要这些人了 所以就是自己如果有讲出来 然后朋友们有在身边听 然后他们给了建议 一定都是先从你开始 他们不在乎你的KPI 他们就是爱你的人 所以他们给的建议听在眼里 有自己去转化说 怎么让他们的建议是有帮助的 然后也怎么让我的KPI真的可以达到 确实公司还是有业绩压力 我们公司还是有很多人要给薪水 还是有很多目标跟客户的期待 我要努力 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并进的 就只是开开心心的 想自己擅长做擅长的事情 然后其他东西就相信伙伴 因为我找进来的人都是最厉害的人 所以他们也很辛苦啊 可是公司的气氛就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人都很辛苦 每一个人都拼了命的在做事 但是每个人在做事的过程是笑容 然后公司的气氛也很好 并不会有那种一忙起来 然后大家就耳鱼我炸 勾心斗脚比谁先下班 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再无意的一句发生过 所以看着大家这样子就觉得 自己再辛苦也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们是自己选择的 我有点感觉你的管理公司的方式不太一样 虽然你是学商业管理 但是所谓的管理可能会 以前老的观念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些阶层 一定有你刚刚所讲的KPI等等 但是你的公司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伙伴关系 彼此之间感觉上是比较平等的耶 我们公司从一开始的那个就是我带两个实习生 这件事情开始之后 每一年的管理方式都不一样 坦白说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管理 就是我以前虽然有学过 但也不适用在现在的年代啊 现在年轻人哪是用的 而且我们是创意产业 我非常非常明白这件事就是 创意产业你越给他 越管他 对就越淡声不出好创意 可是你越没有这些制度 越没有这些阶级 你就越难管理 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比较是并行的 就是在某一些程度上面 我们会公告大家说 现在是平等的时间喔 像我们有个叫创意会议的例行会议 创意会议是任何人包含公司的 计划设计还是PM都可以聊一些他的内容 可是当我们有一些像我们叫研述会 这个单字也是我们公司自己取的 这时候我就是老板 你就是员工 我们必须用老板跟员工身份去聊 你的薪资你的未来你的期待等等 所以我觉得给公司这种小小的规范之后 其他的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自由 然后我们有上下班时间有这些规定 但我们也没有打卡 也没有什么限制说几点到几点你只能干嘛 礼拜几就是要完全没有 那变成是公司是一个 所有的制度都是因为这些人而诞生的 不是为了防避谁 为了政府 并不是为了这些东西 但该有的我们全部都有 我们的休假的制度什么都优于政府 但公司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更差啊 效率更不好 其实是没有的 对啊那我发现说其实爱吧 就是最后管理的那个核心会回到爱 这个单字 会讲爱的老板 好令人感动哦 可能有些人很讨厌 他会觉得我不要跟老板讲爱 我当同事 但这就是物以类聚啊 我们公司的人就是会有一个物以类聚的血缘还是气 我们叫Vety 这个是我们自己乱取的 就是这个人很Vety 就是有一些人他有个直觉就是你看到他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跟你有点像 那这个像的原因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发现物以类聚的所有人像的原因是因为 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 都有自己的圈子 但那一个人就是那个圈子里面最不像的人 像我是B-boy 但我的造型我也没有说有有有我是直面 就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那我们公司的其他人也有家庭主妇 然后也有喜欢看恐怖片 然后喜欢试文化 喜欢听重金属的人都有 可是这些人在他们的圈子里面都是最不太一样的人 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 哇跟这些伙伴每天上班都有不一样的知识可以学习 他们聊的内容穿的衣服打扮的样子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好有趣哦 那我就不会想要再怎么说 我就觉得够了 跟这些伙伴生活 我不会想要说我赶快下班 我要逃离这个无聊的地方 没有 因为即便下了班 大家好像也没有想要回家 就是大家留在这边聊天啊 然后吃东西或是打麻将唱歌乱讲的 大家在这间公司的生活方式就像朋友一样 所以创作工作KPI什么就只是我们这群好朋友一起追逐的目标 那做的过程跟办到目的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种 好像满足了同时满足了工作跟生活的成就感 最近我看到你们在征实习生哦 说真的我蛮想去应征 只可惜我没有设计专业 因为要提供你的创意的作品 要提供创意作品 那我的问题是呢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非常的喜欢用年轻人 对不对 哇我们虽然说我三个 你看他们这些是没有代勾的吗 有代勾 有代勾 等于说有代勾 可是这个代勾是好的 就是因为有代勾会一直提醒自己 欸你要在学习新东西咯 或者你要继续用新人咯 因为不要说代勾 应该说这个年代世界真的转太快了 就像我那时候被智慧型手机淘汰一样 我也不知道现在抖音在流行的内容 对啊我一定是要想办法 毕竟我是公司的负责人 我要一直去向上打击 我要一直去了解我的客户 他可能是上市柜公司的主管 他可能是二代接班人等等 我要去了解他们的市场 我要懂很多他们的东西 他们的东西不会在抖音 不会在那些小同事上 可是我同时也要去了解那些知识 因为他们会成为我未来的客户 反而是我公司的其他伙伴 如果是年轻人 那就回到我刚刚说的 生活中听他们聊天的内容 我就是在吸收他们的谈资了 那我还蛮喜欢这样 所以有代勾我觉得是好事 可是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就是 企业里面的文化一定要一直更新 一定要以善变因万变 不可以是 我制度就是这样 你进来就要变成我们一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适合在创业产业里面 你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商业跟艺术价值并进 在你的FB上看到这句话 这句话 对不起更正一下 我的企业文化有1 2 3 商业与艺术价值并进 比较算是核心理念 我们卖客户的价值核心是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公司内部啊 叫做生活越有趣作品越精彩 这是另外一个对内的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很确定一件事情是有趣的灵感 不会在电脑里面发生 就是一定都是生活 然后朋友啊 然后聊天等等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 做设计做到现在最开心的事情 不是赚了多少钱 是我们的吃喝玩乐 都可以解释成在训练自己 太好了 这什么样的工作境界啊 是真的 我们在做的所有东西都有终端消费者 他们也就是一般人 所以你越懂一般人需要什么东西 你就越可以做出他们想要的需求 那这个不就是行销吗 所以回到我们的能力 我们只是在帮客户的产品 或是他的活动 他的企业文化等等的 做一个更贴近他的中端消费者的一个包装的手段 那这个东西有一些人叫做设计 有些人叫做美化 有些人叫做不管 但对我们来说 这个一定包含两件事情 一个是商业 一个是艺术 如果客户的品牌是像我刚刚说的上市柜公司 他需要企业reblending 他需要做VI CI甚至他需要拍一支片等等 他都需要再更好看一点 更有美感一点 更有趣一点的东西去包装他的商业 好这时候我们公司的艺术就会跑出来 就我自己的表演能力 我以前艺术家的身份 或是公司其他伙伴们的一些艺术的品位等等 我就会去把这些东西跟客户的策略做一个组合 可是当我的客户是演艺圈的艺人歌手 他们只是知道我要帅 我要什么什么 这时候我就会用商业的说 那你的这个行销要几个波段 你要在什么时间上架 流量比较好 然后我的那个行销策略是怎样怎样 那我会给你一个package 我就用商业去包装他的艺术 所以我认为设计算是一个助攻 就是像如虎天忆的艺 我们需要那个虎 就是客户的产品本身 可是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去改变 或是去骗客户说你应该要怎么 而是把客户原本的这个东西 用它没有的价值去包装它 然后想办法助攻客户 这是我们公司主要的服务项目 你的客户好像大部分都蛮年轻的 很多是艺人 也有一些年轻的品牌 但是我也看到郭台铭 所以你客户蛮多元的 郭台铭为什么会找到你们 这个真的蛮有趣的 可能我在想他也要年轻化 可能是吧 可是主要是他的团队 他的团队跟我们有蛮多合作关系 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那个黄珊珊 然后以下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所以这要说明 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就是我们公司比较年轻的受众 主要是在表演艺术 就像刚刚说商业艺术价值并进 那可能是因为我以前跳舞的关系 我认识很多艺人啊 然后也很多表演舞者活动 闲下嘻哈活动 全部都跟我们有关 所以大家会比较知道我们是因为表演艺术 可是事实上我们有八成的收入来源是企业品牌 那这八成的企业品牌 肯定客户就会比较年长一点 比较资深一点 所以事实上对我们公司来讲 大概五五波 就是年轻人跟资深的人都有 老板都有 可是资深的这一圈呢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都从表演艺术过来 有时候他们认识的纸面 或是他们知道的物语类具 确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 有能力的顾问公司 反而他们不会觉得说 你做过嘻哈办过什么潮流活动 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你看这个世代的资讯渠道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也很相信说自己的这个IP 直面这个IP的不管是谈资还是台风 我必须要对年轻人的时候有一套 然后对长辈的时候也要有一套 结果这件事情在我谈案子的时候好像还蛮 发现自己有一个小优势 就是我对长辈好像蛮有办法的 你在当兵的时候你刚刚讲我就注意到 其实你向上管理很有一套啊 因为向上跟向下其实都不容易管理 向上管理尤其蛮难的 可能是因为以前太喜欢看一些伟人传的吧 所以我会发现好多长辈都 我很容易崇拜别人坦白说 我很想要成为那些人 所以每次在跟长辈聊天的时候 我都会先去听 先去了解他们的成就 那确实有很多长辈他们的成就是 他也平时不会挂在嘴边 他们都非常的内敛这样 我明明就知道你有怎样的能力 问一下问一下然后讨教一下之后发现 他们真的很愿意分享 当他们很愿意分享之后 其实我跟他的关系一定是好的 不会是不好的 那毕竟他们如果有求于我 要找我去做设计 一定也是想要知道我的一些内容嘛 可是如果我是先去了解对方 然后这时候再从我了解的状态去给一些 我真的可以协助到的某一些缺口的话 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我的观点 所以好像变成一种 我不认为是要做谈判技巧 可能在某些书里面是 可能童中求逸之类的 有些重要名词 可是对我来说这就只是一个做人的 很基本的关系啊 我真的想要学习啊 然后我也不觉得 我跟对方只是加以方关系而已 我也很想要真的私底下也是认识他 所以变成我们公司现在的案子啊 回流的几率很高 就不管这个案子结束 是合约签大份还是小份 可是客户很容易变成我们的好朋友 然后客户在帮我们转介绍的机会也会高很多 所以又回到我一开始刚刚提的这个 我发现紫面这个人啊 如果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好人 那其实一直做这件事情 物理的一句不会差 就是活他真正的样子 跟长辈沟通也好 喜欢表演 所以有很多学生喜欢他 崇拜很多人 所以想要成为很多伟人 这些都没有错 那剩的就只要交给伙伴就好了 公司的东西 设计的品质 那些帐啊 然后怎么管理 其实我公司有 要绝对相信公司有足够 做厉害的伙伴 所以你才可以当自己 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那一点一滴累积到现在 展望未来 因为你现在还这么年轻 我看你大概是三十五六岁 现在 那未来的路还很长 你有给你自己设什么目标 或是你对紫面未来的期待 紫面未来的样貌 会成为什么样子 先讲一些肤浅一点好了 就是当然想要赚很多钱啊 想要让公司的人都 可是 事实上我觉得 我会很想要 以工作上面来讲 我很想要再扩辨 我很想要再成立下一个据点 很想要再有更多伙伴 这些都是 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 算是里程碑 因为 虽然说这个真的很肤浅 因为坦白说 我认识了很多前辈 他们的成功与否的定义 也不是人多人少 也不是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 有时候反而是 你只要达成了自己某一个 对得起自己的事情 或是别人办不到成就 即便你只一两个人也办得到 可是我就一直有一个使命感 会觉得 比起设计比起跳舞 我好像更喜欢当 Leader 还蛮奇怪的 这听起来有点害羞 可是在 在成就别人的时候 我更开心 我觉得 尤其是像我刚刚 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 我们公司的那位设计总监 他很年轻欸 他在我们公司 即便现在人家来 因为他也不高啦 矮矮的一个小女生 人家就觉得说 他是一个小妹妹 可是他的能力 他的谈资 他的眼界 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会一直想要 让伙伴们发光 因为我就可以沾他们的光 我就觉得自己 可以有这些伙伴 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再加上 让他们可以这么厉害 我一定也有一些功劳在里面 然后我就发现说 我如果要继续做设计 继续让自己变强 好像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反而是 如果我有一些能力 可以影响别人 然后带更多伙伴 加入我们的战队 然后带着他们成长 那到也许我40岁50岁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感谢我 很多人会在我的派对上面 跟我说直面就是 很感谢你影响我 很感谢你当初 还好有遇到你 我梦中的蓝图是这个 反而不是真的说 我要大富大贵 还是什么 大富大贵是 我觉得是必然的 不然这些人不会感谢你 可是换句话说 我是有什么何德何能 可以影响他们 肯定是 从刚刚说跳舞开始 可能 不管是 在这过程中 遇到的哪些人事物 和我的能力 去影响到这些人 你应该蛮适合当老师的 可能老师也是我的天职 对啊 我就觉得如果 我未来的人生是这样子 好像就够了耶 我不会想要 对啊 我有听小咪那一集 我就觉得 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 这么年轻晚辈 才刚满30岁 可是 她一直会想说 接下来她要做的事情 又是什么又是什么 可是 可是我也在检讨自己说 我以前会一直想 我很后悔 太晚创业 对反而我创业之后 觉得说 我应该再更早的 可是到现在我反而没有这个 冲劲 我觉得这个冲劲 是给 他们的 是给那些年轻人的 可是我的工作是 我要一直去发掘这些人 我会想要一直去当 很多人的伯乐 我会很想要 这些人有成就之后 会来感谢的人 都是直面 这算是我很自私的一个 想法 但是我不确定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这么 值得跟大家分享 但我是很骄傲 我自己有这个想法 然后最近 又开始练街舞了 是吧 对啊 也是身体健康 去年 因为工作的太忙了 然后压力很大 即便 我的那个 正能量很强 但是身体 或是情绪上 还是有时候会不小心就崩溃 那身边的伙伴就会说 只免你去做一些 你开心的事情 然后即便只有一小时 他们也会逼我去跳舞运动 这样 然后发现哇 跳一跳之后回来 像我其实我昨天也有去练 我现在全都很痠痛 我早上起来是石头硬邦邦 但我心情很好 对啊 所以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跟以前的心情完全不同 我的目的就只是让自己开心而已 我觉得 这样就够了 紫面带来非常精彩的 她的人生故事 我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请你来 我也很高兴 我觉得大家听了这一集 会觉得哇 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 进入你的生命 有这个机会窥看你 一路走来你的摸索 你的成绩 还有你对于你自己的期待 还有很多要努力 还有很多要学习 谢谢紫面 她的人生不一样 希望也能够带给我们人生很多的一些 我觉得一些刺激 希望未来也有更多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谢谢你的收听收看 谢谢紫面 相信紫面未来 她一定还有其他不同的面貌 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